今天国际上的重大事件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漂亮主播韩语 大家无爱一起关心俄罗斯军演之后呢 引发的后续效应 日本防卫省呢在4号的时候公布 3号在北海道以西约190公里的公海 看到中俄海军一共是6艘舰艇进行实弹演习 而且从发布的照片中里面来看呢 船周围的海面还溅起了一些水花 因此呢日本防卫省就认为了 这就是实弹射击进入水中的痕迹 不过呢俄罗斯方面则表示 已经事先通知日本 而且呢是在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以外的公海来进行 方便日本随时来监控 但是呢另一方面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晒出了另一张 之前和美国同盟与澳洲韩国 加拿大五国在关关岛海域演习的照片 那画面中呢可以看到这个军舰 是一字排开相当的壮观 那其中呢韩国更是出动了两艘驱逐舰 现在看来呢美日和中俄军演 似乎是相互交劲 互袖肌肉的意味相当强烈 另外呢俄罗斯东方二二军演 目前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那中俄高调在日本争议的领土 北方四岛上面开火 那么就有专家啊 针对了中俄军舰分析 像是俄罗斯呢 他们就出动了奥斯卡级的 克雷罗夫元帅号响亮号还有完美号等三艘大型军舰 那其中呢又以克罗雷夫元帅号成为焦点 因为呢他不仅可以攜带24枚超音速飞弹 而且呢最大的射程可以更达五百五十公里 因此被视为打击美国航母的最强杀手 那北京呢则派出了南昌舰 延程舰和东平湖号 其中呢先后为101的南昌舰 更因为可以搭载112个垂直的发射装置 所以被外界认为呢已经超越中美巡洋舰 那尽管中俄军舰被外界认为是舰指日本 但是呢双方依旧是表明 这一次的军演呢 他们的目的是意在深化合作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深化合101的05大区南昌舰 和俄军组成编队 进行为期七天的东方22联合军演 在日本海进行实弹演练 南昌舰以副炮成功击毁数千公尺以外的目标 此次演习我们在陌生海域 使用副炮准确命中目标 全面检验了装备实战性能 从两国各自派出的船舰分析 中方这一次演习是以海上控制 俄罗斯则已登陆作战组成编队 两国各自大秀肌肉 中方出动南昌舰 则上能够搭载112个垂直发射装置的大区 被外界认为已经超越美日巡洋舰 更被大陆海军称为明星舰 欧方则罕见派出奥斯卡籍的 克雷洛夫元帅号 不仅可以携带24枚超音速飞弹 最大射程更远达550公里 因此被视为打击美国航母的最强杀手 尽管中俄表明这一次军演是深化两国合作 但却引发日本不满 因为两国大秀肌肉的地点 正是俄日争议领土的北方四岛 日本针对俄罗斯在自认的领土上举行军演 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强烈不满 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此前公开表示 已向中印传达了日方对这次军演表示抗议的立场 中俄在军事上大秀肌肉展现双方密切交流 但军演把区以及海域摆明简直日本 只不过日本不管是抗中围堵 或者是制裁俄罗斯都一步一趋地力挺美国立场 中俄携手在日本海基北方四岛秀肌肉 丝毫不令人意外 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注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问题 俄罗斯国家能源公司在2号的时候宣布 北溪1号天然气管线可能会无限期的关闭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就痛批了 俄罗斯想要摧毁所有欧洲人的正常生活 且利用能源来恐吓整个欧洲 那么德国作为现在俄国最大的天然气国家 同样面临了能源飙涨危机 德国执政党联盟就在4号的时候同意 以向折合台币约1.98兆元的救济计划 以减少通膨带给人民的压力 我们一起来听 朔克兰总统 国立的总统是来自立的 的能源供的续免 的第三支美元 立的档客兰总统是以来的 以来的一开始 的比善于来自一开始 第一的表现 它是一个广告的 德國的措施呢 將對數百萬領取養老金的民眾 一次性的發放300歐元 幫助他們支付不斷增加的能源費 那俄國政府呢 他也針對了學生提供200歐元的 一次性小額撥款 並針對領取房屋補貼的人士 提供暖氣費 那麼面對能源問題呢 德國總理肖茲就表示了 政府將動支暴力稅收入 以降低天然氣 石油和煤炭的消費者價格 好讓德國順利度過今年冬天 面對能源問題呢 現在歐洲領袖是各個都感到頭痛 像是英國首相熱門的人選特拉斯呢 他就承諾了 如果他在未來當選的話 自己將立即採取行動 處理能源價格日益飆漲的問題 不過呢 根據英國調查顯示 只有12%的英國人 認為特拉斯會成為優秀的首相 另外呢 超過半數 達52%的民眾則認為呢 特拉斯會成為失敗的首相 電費帳單金額高得嚇人 英國國家統計局指出 英國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從6月的9.4%上升至10.1% 通膨率創下40年新高 專家預言部分英國家庭 未來恐怕得支付一年6000英鎊 約新台幣21.4萬元的電費 比過往多出12萬 如何解決經濟危機 成了下任首相 當務之急 特拉斯承諾將確保英國冬季 點加穩定 特拉斯主張透過減稅來解決經濟問題 而他的對手前財政大臣 蘇納克則強調 將回歸傳統的保守經濟價值觀 認為通膨時承諾減稅 只是統化般的謊言 現日首相強森留下的經濟爛攤子 必須交由接班人收拾 但英國面臨的不只是通膨危機 經濟衰退停滯不前 儘管不是史上首例 但讓前殖民地印度超車 還是極為難堪 印度首騷本土自製航母 維克蘭塔號 9月2號正式服役 印度總理莫迪出席盛大交付儀式 但其實不只軍力擴張 根據彭博社報導 英國經濟規模 已不及過去的殖民地印度 退居全球第六大經濟體 印度緊落後 美中日得排名第五 英國新任首相上任後 馬上就得面臨許多棘手問題 但是根據英國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對於新首相是否能稱職 其實抱持相當懷疑的態度 記者蔡星成報導 記者蔡星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